世界政府抓住了那些穷凶极恶的海贼后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只关不杀呢 有人说世界政府其实是想招安这些海贼 因为他们当中有着一些实力非凡的成员 如若能够在监狱当中改造成功并且毁过自清的话 到时候加入到海军后必将增强世界政府的战略 也有人说这样做其实是为了牵制其他漏网之女 因为当一个海贼团的团长被抓起来后 如果就地震法向这个海贼直接处死的话 那么他的船员们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海军 那么到时候受伤的肯定是大部分普通的海军士兵了 因此对于大海贼实行只关不杀的政策 可以更好的牵制其所属的海贼团让其不敢轻举妄动 除此之外如若被关海贼的部下们赶来对他的船长的话 或许还可以将这个海贼团的成员们一网打击 也有人觉得世界政府其实是想让这些海贼生不如死 因为被观景推进成的海贼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先去 如若抓起来直接就地震法的话 对于这群海贼来说 无疑显得有点太过于舒服了 不然海贼受尽折磨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从深海大监狱到五层的专属设施可以看出 当初在建造之所监狱的时候 世界政府肯定是有想折磨海贼的想法 还有人觉得世界政府其实是为了防止恶魔果实再生 因为被观景推进成的很多海贼都是恶魔果实能力 如果将他们杀死的话 那么恶魔果实能力就会重生 到时候被别人捡到并且吃掉的话 说不定他也会成为海贼 因此把这些能力者都关在推进城的话 可以很好地控制能力者的数量 大海上的恶魔果实能力者越来越少的话 对于世界政府维护海贼 世界秩序平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虽然以上这些观点都道理满满 但实则真正的原因还是可以归结于剧情需要 假如世界政府手起刀落直接除死海贼的话 那么顶上战争的剧情基本上就不可能出现了 因为陆飞看到报纸的时候 他的哥哥艾斯就已经去世了 假如世界政府手起刀落直接除死海贼的话 黑胡子可能到现在依旧还没能成为四皇 因为他划到推进城的话只会白跑一趟 没有救命之恩或是结于对方很大安慈的话 基本上很少有强者会加入黑团区区成为他人的部下 因此黑胡子要想成为四皇还需多发展几年时间 假如世界政府手起刀落直接除死海贼的话 但海贼时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罗杰在被抓的那一刻就已经命归九天之下了 突然就算他在人群当中安排了一个托 到时候也会因为没有处刑的关系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假如世界政府手起刀落直接除死海贼的话 那么巴基老杀等海贼基本上就参与不了后期的剧情了 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人世 假如世界政府手起刀落直接除死海贼的话 剧场版的BOSS将会如何安排也会成为一个大难题 正是因为只关不杀的政策 古尔追进城第六层也成为了剧场版BOSS的进货渠道 如果世界政府真的想要阻止大海贼时代的发展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把追进城一道五层的录像公开出来 让他们感受一下被抓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第一天让海贼在第一层被剑术穿透身体 第二天让海贼在第二层被猛兽私咬 第三天让海贼在第三层吃不到饭 第四天让海贼在第四层享受一天同款控住之行 第五天让海贼扔到牢房当中再动扛个一天一夜 如若能扛住的话可以再考虑一下一天砍一个手指头 相信只要是把这样的录像公布出来的话 即使罗杰的大秘宝再怎么诱人 相信很多人也会因为录像的关系放弃当海贼的想法 另外如若世界政府真的不想让恶魔博士能力重生的话 把能力者关起来无疑是最愚蠢的做法 因为这些能力者每天都要吃饭 并且还得专门安排看守人员一天24小时监视 这无疑会浪费一大堆的财力以及人用800多年的时间当中 他们完全可以收集购买恶魔博士并且控制起来 但实则世界政府在800多年的时间当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收集控制恶魔博士的想法 按照一连收集一颗的话 他们至少是可以垄断800颗恶魔博士能力出现在大海上的 不而防止恶魔博士能力再生的关键也是站不住脚的 最大的原因只是单纯的为了让这些反派再次回收利用 实行直观不杀政策的话 不仅可以让剧场版有源源不断的反派进入过渠道 而且有需要时正式剧情也可以安排某些反派再次登场 当某些反派目前剧情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的时候 也可以安排他们在推进城当中看看报纸 当真正有需要时他们就会再次被拎出来二次回收利用 本集的谱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